譬如我們跟人聊天 然後那個人問我們 我們都說出我們的問題 那怎麼辦呢? 好像我們都未電 怎麼幫到人呢? 首先我想說 我們幫到人 不一定說我們的問題都走了 而是我們有一個處理的方法 譬如我們祈禱 即是鬆了 如果你祈禱都未鬆到 我們首先要訓練你怎麼祈禱鬆了 祈禱有平安 不是說我們的問題都處理了 就是我們所有的問題都處理了 總之你是在處理中 你是在努力處理中 而你發覺處理的時候是有改善就可以了 譬如情緒的問題 如果那個人的情緒問題是90% 我都說你不要做了 等一下 但他是有情緒問題 譬如有20%、30%、40% 都不要緊 但他是在努力中 他是在信靠神 而真的鬆到的 有進步中的 我都覺得可以的 就是有心 其實呢 事奉的能力不夠不重要 最重要是不要在事奉的時候 令到人受傷害 以至那個人就著 即是我們不要吹逼他 不要壓迫他 不要操控他 不要用強硬的說話 如果我們說出 我現在都在處理中 我覺得他不會很驚訝 你也是在處理中的 你也是在過程中 我覺得不重要的 我覺得不用看得很大件事 我們不一定要完美 我首先想想 你就是這樣想 我們不一定要完全才能幫到人 我們總之 我們在找到鑰匙 如何進步就可以了 即是你的心 說服這件事就可以了 我還有些事情在處理 不要緊 我繼續處理 我會進步的 我每天都在親神 每天都在親神 每天都在處理 我進步 我心裡面 最重要是自己的心 平安 對 沒有受這個影響 我還沒到位 不要緊 我就努力去處理 如果真的需要的時候 你說出來 我現在都在處理中 其實都不要緊 不過這個 你又不需要宣揚 不需要告訴他 即是不刻意 其實我和你都一樣 他就是這樣 他就會覺得有點奇怪 只要我們找出位 如何處理 如果在這方面 你有困難 如何經歷神的同在 經歷神的祝福 如何處理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如何處理罪 人的問題 如果這些 你都找到位 如何進步 就可以了 如果你未找到位 你可以問我 如何處理 那你就會一步步進步 就可以分享到 好大 最喜歡的 應該不足 到哪一 inbox 不是 我 你 好大